YA!終於來到我們日本玩的行程了 我們剛剛前幾天的行程實在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挑戰 今天我們來到了靖岡線 我們現在人在伊豆半島的大士山 有沒有看到我們身後這一片 它有一點點這麼的像抹茶山 但這邊跟抹茶山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你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要花700塊 根本不用爬 直接坐軟車上來就好了 多麼輕鬆愉快啊 而且這邊算是一個停車也蠻方便的一個地方 就下面其實就有停車場 然後可以搭纜車上來這邊 那其實這邊蠻特色的地方是 這個大士山走一圈大概是一公里 所以其實看到後面有很多人都在散步一圈 那看到中間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凹口 這邊是以前的火山口 那現在呢其實已經完全填平了 而且下面其實有一個射箭場 還蠻酷的體驗 那最後呢可以轉過來看到 除了看到這邊很像抹茶山的風景之外 有沒有看到遠處 現在有一點遠有一點遠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在那個雲影當中 其實有默默的露出來 那就是富士山本人 所以這邊其實也是可以遠眺富士山的 很好的拍照景點 甚至轉過來山看不夠 那一片看出去就是海了 所以其實這邊啊 在大士山這邊可以看山看海 而且在這邊有一個小邁步 算是在靖岡線這邊 就是伊豆半島這邊 騎車也蠻容易到的一個景點 甚至剛剛在下面 他們對單車族群也非常友善 我們剛剛是騎車過來的 它騎在下面有一些地方可以讓你稍微暫時鎖著腳踏車 你就可以搭著纜車上來 是一個還蠻有趣的觀光景點 OK我們就稍微逛一下吧 我一定要錄給你們看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整個環狀都可以看到海岸線 超級漂亮 這邊已經算是在伊豆半島最東邊最下面的位置 而且我記得它在二月 一個特別的 假如你的假期是安排在二月來這邊觀光的話 這邊為了要重新讓這個抹茶山的顏色重新綠化 它會直接燒山 有個燒山劑 燒山です 竟然可以直接燒山 我剛有聽到那個當地人講 他說其實燒山是可以讓它重新就是獲得養分 因為其實在二月的時候 它們就會變成一片黃色的 就沒有那麼漂亮 可能那個時候就是草已經慢慢進入一個乾枯期 所以燒掉讓它重新獲得養分 應該是一個燒根吧 就是以前上課行的教過 燒根 好啦 不要裝懂了 還有半圈 OK 我們的伊豆自行車旅行就正式開始啦 Start喔 Go 那如果你來進鋼線啊 想要來伊豆自一場比較深度的旅行的話 我就會非常推薦你來X-BASE這邊 你看我身後超級多腳踏車款可以提供租用 那這一次呢 我特別也來這邊挑選了 我在台灣跟我很接近的一台車款 因為這個騎起來應該掉線比較接近 我今天就租用這台比較放慢步調 來看一下伊豆自的美麗吧 其實以它這邊的車款 像我們剛剛選的這個TEAM版 已經最高級的車款 其實租用的價格也不會到非常誇張 跟一般版不會差太多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如果來這邊 可以挑選比較高級的車款 騎起來會比較舒適 它兩個小時是3800日圓 然後4個小時是6600 如果租一整天大概7個小時的話 大概是8000日圓 我覺得非常划算 OK 我們去調整我們的設定吧 你選完車子之後啊 它還會針對你的身型 幫你調整到適合你的騎乘姿勢 騎累了 該吃午餐了 好餓喔 這邊好像是他們當地有嚴選了一些 附近的一些小農特產 就是比較像是定時類的吧 但看起來很在地啊 因為我剛剛在Google的時候有發現 這邊是要特別預約的 他要來現場也沒辦法 這麼貼心啊 沒錯 我們去吃飯吧 兩位 上菜囉 這間真的看起來很棒 我們剛剛就是 其實那個料理的菜單有點看不懂 我點了這一個 是一個黑醋豆腐的料理 算是一個當地特色的定食 我是黑醋雞肉 看起來就是超健康的 哪個都是蔬食 因為他這邊有特別選的 就是他們附近的一些可能是小農 就是適合的農家 在地食材 沒錯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而且有湯有菜 然後有很多個小菜 還有一個主食 迫不及待了 我們直接開吃吧 他的飯很厲害 其實我們這次來日本 吃了超級多餐 每餐都會特別去吃他的白飯 他的白飯是那種 粒粒分明 而且非常Q彈的 然後米芯很飽滿 而且吃起來是 最主要不會黏在一起的 很厲害 等一下 我剛剛吃東西的時候 稍微Google一下 這邊有個私房景點 因為你前幾天 不是在那邊運動 然後爬山 又在那邊跑步 腳超酸的吧 帶你去泡腳 有一個豬湯 很爽的 真的 一定要去一下 騎車可以到嗎 可以到啊 我們現在就走啊 那你過來 那你一定要去一下 出發吧 Go Go 到了 在前面 可以讓腳放鬆一下 泡溫泉咯 到了 有嗎 滿溫暖的 有吼 這個對於 我這個 疲勞腫脹的腿 應該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我也不知道 太美了吧 超級漂亮的耶 好像我們的東海岸 可是離更近一點 好美 すごい 如果你體力有限的話 因為像這沿途非常多風景 如果全程騎完 也真的是有點挑戰 當然是踴腳的話就沒問題 那像我們今天稍微小偷懶一下 就來教大家怎麼用電車接駁到下一個景點 地上這邊都有跟你講 哪一節車廂是可以上車的位置 OK 就等車來吧 要找到 買票 取到 買票 買票 交換 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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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還有什麼可以看 喔 真的爬喔 好可愛喔 好像有點困難耶 要不要幫忙 第三個 這裡還有 我看到這個直接雞皮疙瘩 掉滿地 好大隻喔 而且這個滿地都是烏龜 不要小心不能塞 要吃囉 小力一點啦 太近了啦 除了剛剛的電車之外 其實公車也是一個選擇 你們可以看到公車前面 它有兩個可以放腳踏車的地方 如果真的在電車上比較交通不方便 隨朝隨停的公車只要前面有空位 你就可以把你的單車放在前面 也是一種很方便的選擇 而且還挺牢固的喔 我們來到第二天行程了 昨天晚上超級舒服的 因為我們住的地區 其實這一整片都是溫泉區 都有溫泉 所以其實晚上我們也透過溫泉 稍微放鬆了身體 下午那個腳只有一點點 其實不太夠 昨天晚上整個泡下去之後 超級舒服 我們現在人呢 就在達摩山 它也是西伊豆半島一個滿重要的景點 那我現在身後這邊呢 其實是達摩山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就是看出去啊 可以遠眺整個富士山 它是水上的富士山 可以看到富士山前面一整片都是海 那這邊海呢 也就是峻河灣 那其實旁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昨天從東京那邊坐過來 也就是在三島站 其實都在那一塊 所以其實整個伊豆半島 是一個非常大的 那我們等一下呢 準備從達摩山這邊出發 繼續沿著這條skyline 然後一路往下 到我們下一個要吃飯的地方 吃飯我就有動力了 沒錯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GoGo 好 整個騎太快了 電斧車上坡比較吃香 平路 騎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吃力了 這邊 現在剛開始這邊步道 平緩然後 兩邊都是零硬 包覆著我們 就騎起來很涼爽 而且其實車子 都會保持一個很離浪距離 但後面也不會閉車 我覺得很棒 昨天伊豆的溫泉真的蠻有效的 這樣泡完之後今天騎起來 真的沒有那麼疲勞 但在剛出發的時候 就開始是一頓小考驗 比較多的上坡 但沒關係 有上坡總有下坡嘛 所以等一下應該就是下坡路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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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下滑了 好長一段 騎起來真的是很舒服 下滑真的是 那個速度感超級過癮 我們現在要往下一個景點 大賴神社前進 那那個點 聽當地人說是一個峽灣 可以看到更多風景 在大賴神社那個地方 拍出去的海景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們繼續往大賴神社前進 來 好讚喔 太漂亮了吧 這邊是古語川 我們剛剛下滑的超大一段 超級美耶 這片藍海 My God 我一定要錄給你們看 這個風景真的太扯了 好美 好美 腳雖然很痠 可是已經忘記那個很吃力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那個外面 那個顏色很有層次的海耶 是很少見吧 這個看起來真的 我覺得 有空如果有開放之後 一定要來這裡騎車 超級舒服 而且 心情真的很開闊 腳踩再遠都不會覺得很累 真的很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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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完成這條路線了 剛剛一路上這個風景真的是太漂亮 我們剛剛是從山上開始騎 你還記得有騎點嗎 沒錯 達摩山 在山上的溫度應該大概只有 20 21度 18吧 就蠻涼的 那我們騎到達摩山的至高點之後 看下去 一片白霧 什麼都看不到 但我們在折返之後 其實那邊有一點點 出了一些大景 所以其實 往下看整個伊豆半島的風景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沿途又沿著 達摩山的那條路線 一路下滑 然後滑到我們這邊的海港 那我們現在這邊叫做大賴崎 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小的港灣吧 我們剛剛其實一路過來 除了看到很多比較 商業性質的漁船 就是在捕撈那種之外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騎進來的路線 還有很多人在潛水 而且這邊的水其實非常清澈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 我們今天騎下來還蠻奇妙的路線 就是一路從很高的山上 然後下滑到海邊 溫度也截然不一樣 就會很開闊啦 我就覺得 騎起來是很放鬆 其實就算距離有點長 踩起來有點累累的話 其實 來這邊 看到這個海的風景 其實就很放鬆不少 其實剛剛一路下滑到後面真的很舒服 那我們最後我們就來去神社稍微參拜一下 那我們就差不多把今天的行程做一個ending OK 我們去看一下神社吧 OK 參拜完畢了 這邊就是一個當地的 算是守護漁民的一個神社 所以算是還蠻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這兩天其實在伊豆半島 玩得還蠻開心的說實在 因為除了結合我們很多地方都是用自行車 然後結合當地的一些景點 重點是騎起來真的是會感覺 在這邊騎車非常舒服 因為我們昨天像去了大士山 那那邊是一個火山口 然後看出去的風景其實也很漂亮 下午我們昨天又去了體感動物園 是蠻特色的一個地方 然後也可以是稍微消遣一下 而且甚至比較厲害的是 我覺得他們這邊當地的所有景點 都跟還有交通 都跟自行車是息息相關 就是很多地方都非常友善自行車 不管是剛看了立車架 或者是我們去搭電車 或是搭公車 都可以使用到 就是把自行車很安穩的放在上面 然後來搭乘這些交通工具做接駁 所以如果你是自由行來 也不用擔心說 你沒有車可以運腳踏車 該怎麼辦 真的是非常方便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來 伊豆半島兩自由的影片啦 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我是天母鳳梨索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訂閱、分享 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